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开始在旷野当中朝着硬雪之地前进 然后他们就在旷野之中三天久都找不到水源 一直找到了马拉水泉那个时候 却发现水居然是苦的 不能够喝 因此三百多万人就一起在那发怨言了 但是有一个人 那就是摩西 他却向神祷告 结果让我们看见发怨言的人 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而祷告的人却得到了答案 那然后我们从这一件古老的事件当中 指出一些很重要的教训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有三千年之久了 但是这些教训仍然对今天的你和我 都是有很大的用处的 并且它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我想很简单要的跟你重述一件很重要的教训 第一 大的胜利是为了预备我们去面对大的考验 我们如果是经历了一次大的得胜 那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会不再接受考验了 反而在表示了我们有更好的准备 去面对下一个考验的机会 第二 苦水泉是神计划的第一部分 神带领他的子民来到这个地方 是有他的目的的 是神带他的百姓来的 而这也时常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的写照啊 苦水泉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它是有目的的 第三 问题不在乎我们是不是会经历考验 而是在乎我们会怎么样回应这些考验了 第四 在苦水泉的这件事情当中 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百姓们是抱怨 而摩西则是祷告 抱怨的百姓得不到什么 祷告的摩西却得到了答案 那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以一个新的启示来回答摩西所发出的信心祷告 这就是神的目的 他要带领他的百姓来到一个地方 在那里他们能够接受神所给他们的启示 那么在这里我跟你作为一句总结的话来说吧 人的失望灰心是神的安排 人的失望灰心是神的安排 那今天我打算跟你谈到神在苦水泉旁边对他百姓的启示 这个启示有两个方面的 第一是医治术的启示 第二就是神作为医治者的启示 今天我首先要说说第一方面的启示了 医治的术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二十五节吧 圣经是这样说的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你看呢 这问题的解决就是在于找到了这根树 这树表明了整本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这是指向大概二千四百年之后啊 在哥哥他山上所树立的另外一棵树 这是一个十字架 那每当你在圣经当中读到一棵树的时候 你都应该警觉的看看这是不是指向耶稣的十字架的一个暗示了 在旧约原来文字 也就是希伯来文 树是指一棵生长中的树 但是也可以指一棵被砍下来的树 或者是一根木头柱子 或者是类似的一些物件 所以一棵树可以指示它是一个架子啊 或者是脚形架或者是十字架 那让我们看看一些例子吧 在生命纪的二十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 你将他挂在木头上 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 必要当日将他埋葬 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为业之地 因为被挂的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所以这就成为了在旧约那个时期的 处决罪犯的一种方式了 有时候是先处死了那个人 才将他挂在树上的 那有时候啊 这是将人挂在树上 一直等着他死去 但是摩西的律法 这是说啊 人不可被留在木头上过夜 因为挂在木头上的人 是被神咒诅的 在耶稣被定死的记载当中 当耶稣被定死之后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就去见比拉多 要求将耶稣的尸体取下 因为他们不想把他留到第二天的圣日了 他们不想将这个咒诅在圣日陈列出来 保罗在加拿大书使用旧约生命记当中的这个条例了 用来说明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全部的意义 那我们来看看加拿大书的第三章 十三到十四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你看啊 这就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了 所以在神的救赎的目的当中 耶稣成为了一个咒诅 他是承担了我们叛逆的 也就是说从亚当那里得到的咒诅 他成为了咒诅 使我们可以得到拯救 是他拯救了我们 脱离了这个咒诅 并且代替了我们的咒诅 使我们承受了祝福 而耶稣为我们成为了咒诅的证据 就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 而借着这件事实 耶稣在神的激活当中成了咒诅 以致我们可以承受他的祝福了 这就是一个交替了 耶稣成为了咒诅 以致我们可以承受祝福 这就正像马拉的水一样的 耶稣取了苦水 以致我们可以喝甜水了 所以当你想到 丢在水中的那棵树 你应该想到耶稣的十字架 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受到的苦楚咒诅 以致我们可以享受甜美的祝福了 所以每当你想起摩西丢在水里的树 使水变甜 那我们就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使我们的苦水泉变为了甘甜了 另外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二十四节 再次的形容了十字架 是木头 那表明了同样的一个真理 圣经是这样记载说的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看呢 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可以承受他的医 他所受的癫伤 就使我们得医治 这些都是在被称为 木头的十字架上成就的 在这木头上 全人类的完全医治 得到了成就了 从罪恶当中的属灵的医治 从疾病当中的肉身的医治 从咒诅当中的拯救 承受祝福的权利等等等等 这些一切一切的 都是在这个木头上 也就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 因此 你可以在心里头想想 就正像摩西江树 丢在苦水当中一样 使水变甜了 你也是照样拿起了 十字架的真理 将你生命当中的苦水泉变甜 那么木头 也就是十字架而得的医治 与拯救 那一定要借着信心的行动 来做回应 并且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就正如摩西 凭着他的信心 将树丢在苦水当中一样的 因此 当我们遇见苦的水泉的时候 我们一样要操练自己的信心 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这个信心的行动 就可以释放耶稣基督 十字架上神迹的能力 使我们所经受的苦水 变为甘甜了 那我现在非常愿意 给你几个建议 给你几个十分简单 而且实用的一个步骤 使你在面对人生当中的 苦水泉的时候 你可以使苦水变甜 首先 你应该认定苦水泉是神的计划之一 是神灵力到苦水泉旁边来的 让你尝尝苦水 他也有药方使他变甜的 那其次 让神来对付任何在苦水所显露出来的 你的性格 你的弱点 在你应该祷告的时候 你发怨言 那就应该记住 你需要圣灵帮助你 归向神了 第三 要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你所成就的恩典 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得了医治 那不是你要得医治 而是得了医治 这一步了 神已经成就了 已经完成了 第四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你应该开始为耶稣 带你所成就的事情 要感谢神了 开始也感恩来接受他 那不管你需要什么 是宽恕也好 医治也好 或者是除去你的愤怒痛苦 反叛 或者是迷惑等等都好 要以信心向神感恩 那这是相当于将树丢在水中一样的 我们的信心最单纯表现 那就是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 不是看见什么改变 不是等候任何的证据 而是相信耶稣的十字架 并且开始为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成就的一切 我们要感谢神 你说是不是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